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说到汉字的发明者 很多人会想到苍结 现在我国仅存一座纪念文字发明的庙宇 它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就位于陕西 这就是苍结庙 这座庙是为了纪念苍结而建立的 临近落河水 占地十七亩 但创建的详细年代还没有被考据出来 只能根据庙历的建筑和石碑等来辨别 我国在东汉时期 就已经开始建造庙宇了 苍结庙的历代石碑中 就有东汉年间的 这也是庙内最早的石碑 因此专家推测 它是两千多年前建造的 庙内有苍结种 是一座大土种 东汉时期就已经修建了 到了民国时期 又在周围建了砖墙 还放了个小墓碑 整个庙宇背对黄龙山 面对落河水 成长方形 有刚而后的墙围绕在庙室中 其实庙内的建筑 多为源自明朝建造的 装饰华丽 但原有的建筑造型 庄重古朴 没有过多的粉饰 传说孔子曾来此参拜祭祀 并在肿前痛哭常规 以此来表达对先贤失去的痛心 其实苍结庙内最多的就是石碑 虽然有丢失损坏的 但仍保存着18座 陈列在前殿内 这些石碑有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 年代是从东汉起至民国的 在这里有一方黑色的石碑 刻着28个奇怪的符号 据说这是全球最早的象星文字 小伙伴们 想来这个庙吗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